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过去一段时间从一月的一开始 油价的大幅的下跌 那么到今天为止 油价继续写下了44.02的新低 那么油价不断的下挫之后 它也造成在过去的这个俄罗斯 我们可以看到普丁现在陷入的困局 那么在卢布跟俄罗斯的股市 不断的下滑的过程当中 它慢慢也侵蚀到全球未来产业的变化 那这个是一个油价的下跌 那么之后我们可以看到 欧洲的天空是到处弥漫的黑天油的效应 所以在这段时间一月份 发生了三个大事情 一个是瑞士法郎突然之间 跟欧元偷钩 这个偷钩是瑞士央行的一个突击 那么它棄手1.2欧元的位置 那么之后呢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瑞士的股市跟瑞士的法郎 都大幅度的下跌 那么都产生巨大变化 那么之后呢 下一个是欧洲央行的QE 我们可以看到在欧洲央行的主席 总裁德拉吉呢 它是宣布每个月的购债金额是600亿欧元 那么持续呢 那么一直的购债目标是一兆1400亿欧元 那么它要见到在欧洲的这个通膨 持续到了2%之后呢 它才会来停止 所以这个是没有上限的QE 那么到底对全世界带来巨大的效应 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在欧洲股市呢 德国已经涨到10810点 那么写下的历史新高 那么包括其他华国 河南比利时等等市场 大概都写下了海啸之后的高点 所以欧洲市场是大幅的上涨 那么第三个呢 欧洲的震荡是希腊 我们看到希腊的这个左翼的政党的联盟 40岁的这个齐普拉斯 那么是当选的希腊的总理 那么他现在走出了一个 喊出了反尊杰的口号 那么在过去呢 希腊在2011年之后呢 他接受欧洲央行跟三大巨头 1100亿欧元的这个资金的援助 现在呢 他希望欧盟对希腊来 来这个对债务做一个重组 那希腊会不会变成脱离欧洲 新的骨牌效应的第一颗 那么大家高度拭目以待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从油价的大跌到瑞士法郎 到欧洲央行 那么一直到希腊这一次的左翼联盟的执政 大家都在在告诉大家 新的变化呢 在我们周遭产生一个新的化学效应 那么之后呢 我们要观察美国到底会不会在一个 现在的一个发展的过程当中 美国的QE呢 三月份会不会出现一个新的变化 这是大家要关注的焦点 所以今天我们在关键时刻特别邀请到 台营的董事长李基柱李董事长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那么他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 没有在电视上跟大家发表他的看法 那么在目前的关键时刻呢 我们请我们李董事长来针对全球金融形势 跟台湾银行未来的发展 他的想法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欢迎李董事长 李董事长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我想这个 现在大家最关注的焦点 我们先把这个资料稍微看一下 是欧元 那么欧元这次从1.399 现在到1.1101 那市场上大部分都认为 大概跟美元会到1比1的水准 德国股市到10810点 他写下的历史新高 所以欧洲的股市 在资金行情中大概都是大幅上涨 那美元对日元 这次到了121.84 但是日元最近稍微煞车了 我们可以看到前往亚洲的方向 看起来是非常的明朗 那么这个我们可以看到 瑞士在这一次的这个 大的震荡当中 他造成一个 美元对瑞士法郎一度到0.695 然后一路到现在瑞士法郎跟欧元 大概到1比1 他原来最高1块半 现在这样一个大幅的修正 我相信很多人都是触目惊心 瑞士的股市 上个礼拜最低得到7,852点 所以这个都是我们现在 所看到的包括这次的希腊的变天 我相信很多人都很关注 我们怎么来看欧洲在这一次的一个 三个黑天鹅的效应 到底整个全世界怎么观察 这次欧洲的巨大的震荡跟改变 确实是今年一开年以来 就是很热闹 各国的央行非常都积极的在求表现 事实上这跟过去的央行的态度 是不太一样 以前各国的央行一般都是比较审慎的 可是自从可能或许来自于 美国的QE政策的一个奏效 我们可以看到各国的央行 其实都比较大胆的去采取一种 所谓的宽松性的货币政策 那陈儒刚才您刚刚提到 这三个黑天鹅一个瑞士法郎的一个脱钩 再加上这个QE的无上限的一个放宽 还有所谓的希腊这一块 那确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本来就已经在美国大量放了一些QE 在经济体系 它现在只是暂时放可是还没有收 再加上日本又放了这么多的货币进去 现在欧盟又放那么多的货币进去 所以你可以想像就是说 第一个是全球资金是 流动性是大量的超额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可以预见就是这一批 这一批大量超额的流动性 它一定是在全球开始去流传 去找寻一些可以稍微获利的一些空间 你可以看到相对来讲 因为这一次您刚刚也提到 因为油价的下跌 所以对一些有利的这些国家 比如说包含台湾在内 再加上台湾前一阵 因为苹果的效应 苹果供应链的效应 经济表现不错 所以你可以看到 当然这一些实质面 呈现还算不错的经济体 很明显绝对会是这一群资金流窜的 一个主要的寻找的一个方向跟地点 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第一个现象 那第二个现象当然就是回到这一些 就是大量创造QE的 这几个经济主体里头 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基本上到底能不能够 因为这样一个大量宽松 产生一些效应 其实大家都满知 尤其是欧洲这一块 所以大家看得到不是说 因为你这一块下去之后 会产生多少的实质效应 因为大家是比较觉得相对需要等待 比较长的耐心等价 大家比较担心是说你放这么多出去 对整个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个干扰会 到底有多大 我想这是大家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 在这一次一个巨大的变动当中 比方说我们现在看到印度 印度股市已经到将近3万了 那这当中印度最近 印度央行宣布从8% 他利率降到7.75% 你看到欧洲有很多的国家 他们的利率都已经负了 你看到德国大概5年以下的 德国的这个 不管一年债 三年债 五年债 大概都已经到负数 那华国大概三年债 也是负的 现在瑞士央行已经两次降息之后 现在变负的0.75% 反正说你钱放在瑞士银行 不但没有利息 还要领 还要交保管会的 大卖最近降到0.35% 这个都是一个 我们过去很难想象的 就是说钱摆在银行一定有利息 现在钱摆在银行不但没有利息 还交保管会 欧洲已经出现这样的情况了 好 亚洲呢 最近印度为什么抢 我再讲这个举个例子就说 印度现在把这个利率 从8%变成7.75%以后 我在欧洲去借 像欧元现在利率都很低的 几乎不要利息 我借欧元我拿到亚洲来 我投印度 印度投下去 股市涨 印度的卤比最近还深一点 虽然降起 但卤比还是相对稳 所以他会是稳 股市又涨 他变成两头都赚 所以亚洲现在有很多这样的效应 就是一个亚洲的股市 大概都在上涨 在这一波的欧元贬值当中 亚洲的肺市 持续还是上涨的一个格局 所以最近我们大概可以看到 全球的央行 大概都以为是巨大的动作 新加坡最近加入降息的行列 造成新币最近到1.3596 这个也是大幅贬值很大的一个状态 那么也造成马币大幅的贬值 另外加拿大最近变化很大 加拿大的央行 它从贴线率降一码而已 现在加币已经从1.062 大概已经跌到1.2525 所以这个加币最近跌幅是大的 所以我们怎么看全球央行 在这一波的 欧洲央行的QE之后 几乎每一个央行大家都开始 加大力道在助力救济 所以这个背后就一方面 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 这一种套利的热钱 将来到底会什么样的方式 在全球流动 你看我们看到全球的资金 是已经到一个非常可怕的 这钱到处在流窜 第二个就是说 面对全球央行这样的一个大幅的 大家动作这么大的情况之下 台湾未来在货币政策上 我们可能要有什么样一个 新的调整的方向 我想第一个就是刚刚提到 就是因为这个币差跟汇率的变动 跟利差 所以其实以前的方式是借日元 因为日元利率很低 借日元去套欧洲 还套美国市场 现在基本上来讲 就是陈如你刚刚提到 除了日元利率很低 成本很便宜 还多了一个欧元 所以你可以想像是说 那有更大的资金 他会往这些像印度这些 汇率又不会有太多的贬值 可是股市又还有一些成长期待 或是利率还不错的一个市场去走 所以这个力道会变得更强 所以也就是说反过来讲 就是说全球一个状态就是 太多的超额资金 现在只要那个国家的 基本面还不错 大家都会往那个市场去调整 因为现在的操作方式 已经我刚刚讲 它可以在全球最便宜的 资金市场里头借到钱 然后主攻那样的一个市场 所以你可以想像说 它的波动性会更大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当然我们可以看到 接下来的市场 大概是美元独强的一个状态 就相对很多国家的货币 就美元独强 当然央行会做这个操作 一方面是防卫性的操作 因为当美元相对其他很多的国家 货币都相对美元在贬值的时候 如果你这个国家货币独强 当然你会变到相对的冲击比较大 所以很多的央行 一方面是在做防卫性的动作 一方面也是在去反映 就是他不希望太多的热钱 来干扰他市场的一个做法 所以他让他的一个货币 想办法去贬值 那对台湾这方面 我们因为出口一直是我们 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经济成长动力的来源 我相信央行也会花很大的心思 去关注这个汇率的变化 像我们就可以看到今天就 当这个新加坡 开始这个汇率重变的时候 我们今天的这个汇率 台币的汇率有开始有变方 对也开始反转 前两天都在宣布 今天就开始在转 因为前两天因为因应 这个国外资金的流入 可能央行也不希望在这个 大量资金 外币资金流进来的时候 让外资有太多的一个 赚到这个汇差的机会 可是随着这一波 各国货币都在扁了 大概流进来资金 大概有一点趋缓 所以央行就开始出手 我想这是可能性是非常大 好 刚刚你提到这个 美元的独抢 我这个要特别请教 李董事长就是说 美元这个一路走到这里 它已经连续上涨7个月了 美元指数从78.906 到这个礼拜年到95.481 这个美元不断的这样涨 涨到这里为止 会不会影响到美国的 一些基本面的变化 比方说我们看到这个礼拜 礼拜二 美国的这个业绩报告 让这个微软股价暴跌10%以上 那么造成它在盘中指数 一度大跌390点 那强势美元 慢慢可能会侵蚀到 美国企业的获利 所以在2015年其实大家比较担心 就是说这个美元 你看到欧元到1.399 到现在1.1 大概已经贬值30%了 那日元如果从安倍上来到现在 我看5成以上 所以就说在这种 全球货币变化当中 我们可能要有一个比较 大的一个思考问题 就是美国已经 股市年涨那么多年 现在在美元独抢的时代 会不会侵蚀到 美国企业的获利 所以最近微软的跌 大概跟这个有关 但是Apple这个礼拜 它公布它的业绩报告 它上一季赚了180亿美元 这个是人类历史上 最高单季获利数字 上一次X美孚石油 赚159亿 它现在180亿 这是不得了的 那它的手机 卖了7449万6千支 都比市场一起好 那是Apple的一个巨大表现 但是整体来讲 我们怎么看现在这个美国的经济 走到这里为止 可能成天的状况 你看IMF它已经开始调降 全球的经济成长预测 所以这个就是说美元 它当然一枝独秀 但是这一枝独秀 会不会对美国下一步的经济表现 带来一些获奏力 你怎么看 我觉得IMF去调全球 当然是跟我是觉得欧洲不如 预期中恢复的力道 跟美国的 它虽然有在恢复 可是也没有想像中的墙 日本本来也是火车头之一 可是也没有想像中的恢复起来 我想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就是说这么强的货币政策 大家都做下去之后 可是并没有沉辱大家的期待 所以我觉得它往下调 这是可以理解 但至于美国这一块 就是说因为它这样的一个美元 毒强所造成它到底 对它的一个冲击 就沉辱您刚刚提到不同的厂商 它有不同的情况 当然最重要就是说 像有些厂商它是主要市场在国外 可是如果它的生产的base 生产的基地也在国外的时候 其实对美元毒强汇率吃掉它 就是因为汇差所赚成 所赚到的这个利益这一块 也会被它的成本降低所抵消 可是有一些产业 它是它的主要的市场是在国外 可是它生产的base是在美国的话 那就会有很大的一个冲击 所以基本上因为前一阵 美国是一直 美国总统不是呼吁美国的企业信任 要尽量回到美国来生产 我相信这样的一个汇率变化 当然会对它的这样一个 厂商的重新布局 它的布局考量就是 移回美国生产还是在海外生产 我相信它会对它会有一些影响 好 我想这个我们看到 这个影响全球的股票市场 1月份到目前为止 美国的稻穷是下跌631.7 而S&P500下跌56.74 NASDAQ下跌98.06 另外这个费城半导体是下跌20.8 所以大部分的美国的各大指数 都是一个下跌的状态 只有NASDAQ的升级列股 是上涨161点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美国在过去这6年多 是一个领航全球股市上涨的 一个最重要的最亮眼的市场 现在看来进入2015年之后 美国有点颓势 这个颓势会不会影响大家 对未来股市投资的一些想法 现在这个调整 值得大家高度来注意 也就是在强势美元之下 现在我们也看到美元不断的 走高之后 造成原物料不断的在下滑 这个下滑到底 原来大家期待的通货膨胀 不但没有出来 反而造成通货紧缩 这个不同的变化 对未来的全球 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变化 我们等一下稍微回来 再继续请教李董事长